店主 以咱们目前的实力 就算将这六十万亿大军为奸 使其全军覆没 恐怕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干嘛要假装打不过啊 妖月小兔一脸不解地问道 他刚刚突破鸿蒙真神第九竞 正是大展拳脚之时 这波退手归缩 显然就没什么用武之地了 他还准备扬眉吐气 大杀四方 威震鸿蒙 名扬天下 让所有人都知道 最强时光月土之威 但是陈远的命令 显然没准备 让他一盏绝世风采 不急 你们有没有想过 就算这次昊天之主 霸刀之主 空明之主 三大鸿蒙真神九尽强者 被我军强势击退 爱之让他们全军覆没 我们真的能得到 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吗 并不能 充其量也就是能抓一批俘虏 强迫他们归顺阉神殿 仅此而已 本座麾下 如今人才济济 根本不缺这一批属下 但是如果我死而复生 在鸿蒙始祖分身的绝杀之下 非但没有陨落 实力再次增强 这个消息若是传出去 恐怕六大高维宇宙 会集体恐慌 必然抱团形成联军 说不定还会提前唤醒 六大鸿蒙始祖 在这个局面之下 肯定会产生不少变数 说不定会让燕神殿难以应对 但如果他们证实 本座确实已经陨落 燕神殿如今就是一盘散沙 各自为政 几个鸿蒙真神九尽强者 谁也不服谁 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 就有机会夺回云颠山和聚宝洞 我想鸿蒙宇宙的那群高层领导 应该是不想 和其他高位宇宙奋一杯羹的 我方如今掌控云颠山和聚宝洞 两大混沌海爵士宝地 只要多给我们一点时间 全体燕神殿弟子 几乎都可以得到一场 蜕变和提升完成制的飞跃 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没有必要争一时之气 鸿蒙宇宙高层 不知道本座已经复活 我们才有更多的操作空间 主动权完全在我们手里 陈远一脸淡然地说道 一众燕神殿高层闻言 全都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殿主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么老鹰变 老六战法 防不胜防啊 鸿蒙神殿那群家伙 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没错 殿主所言甚是 咱们假装打不过 但偏偏又不让他们攻下云颠山 让他们觉得胜券在握 但又永远都抢不回云颠山和聚宝洞 来回拉扯 极限放风筝 一边拖着鸿蒙神殿大军 一边偷摸发育 双管齐下 还能顺带磨练燕神殿军团作战能力 简直一举三得 而且 殿主有鸿蒙经书 可以复活陨落的将士 加上聚宝洞的资源 足以大幅度补充宇宙本源之力 补充战争所需要消耗的零食零矿资源 咱们完全消耗得起 纳兰仙素当即补充道 一场战争的胜负 其实并不重要 关键还是看全局的得失 燕神殿表面打不过 节节败退 其实赢妈了 鸿蒙神殿表面胜利 其实输得一败涂地 确实 只要殿主复活的消息 他们不知道 咱们甚至可以考虑 攻占另外八大绝世宝地 随时刺激而动 而且这个时期 应该是安插卧底的绝妙时机 没人会想到 燕神殿殿主陨落 异端邪魔之手被斩杀 整个势力分崩离析 已经一盘散杀的时候 他们竟然会偷摸 让卧底混入其他八大绝世宝地中 如此里应外合 攻其不备 防不胜防 说不定会产生奇效 千变老祖也补充了自己的想法 他毕竟是老六鼻祖 此生最擅长的事情 就是卧底 潜伏 传递情报 隐身 暗杀 栽赃嫁祸 浑水摸鱼 这是他的专业技能 与陈元打算势敌已弱的老六战法 简直不谋而合 话说混沌海十大绝世宝地 分别为 排名第一 起源祖地 起源宇宙掌控 排名第二 云巅山 鸿蒙宇宙掌控 排名第三 原始圣河 符文宇宙掌控 排名第四 洪荒易寿窟 洪荒宇宙掌控 排名第五 科技塔 科技宇宙掌控 排名第六 梵天孟海 梵天宇宙掌控 排名第七 聚宝洞 鸿蒙宇宙掌控 排名第八 超维古文明遗址 六大高维宇宙共同掌控 排名第九 太古茅草屋 起源宇宙掌控 排名第十 神旷大陆 梵天宇宙掌控 混沌海 十大绝世宝地 也被称之为 世间最强十大福地 据说每一个宝地 都蕴藏着 难以想象的机缘 随便得到一个 都可以让一个势力 直接起飞 强者被出 只不过这十大宝地 已经被六大高维宇宙势力 所垄断了而已 TVB小说网 普通宇宙出来的修饰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情况 根本接触不到 也无需痴心妄想 你腿子出身 最多也就能去 十大绝地混一混 拼个九死一生 没准能侥幸获得突破的机会 堪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划分两头 此时 浩天之主 霸刀之主 空明之主 三大鸿蒙真神九尽强者 已经率领六十万亿大军 抵达云滇山脚下 他们一路上 看到了不少仓皇逃窜的 燕神殿弟子 其中有一部分 本来就是鸿蒙神殿的叛逆 他们被抓住后 原地就归降了 不过对于这种 毫无忠诚可言的墙头草 鸿蒙神殿大军处理得很果断 搜魂 祭祁 一刀升天 叛逆之徒 鸿蒙内奸 浩天之主绝不原谅 直接斩杀 还可以防止他们继续当卧底 顺便解一解 吃了两次败仗的心头之恨 让你们特么地当叛徒 这就是当叛徒的下场 通过查看 这些墙头草的记忆 浩天之主 霸刀之主 空明之主 他们看到了记忆画面中 陈远第七高维宇宙 破败不堪的景象 简直宛如世界末日 天道抑制 也已经完全湮灭 宇宙空间坍塌 世界树生机消散 这显然陈远魔头 已经真的陨落了 这种景象 绝不是作假 而且不止一个 燕神殿叛逃弟子 记忆是这种情况 只能说明 鸿蒙始祖牛逼 一出手就灭杀了陈远魔头 哼 而等邪魔叛逆 陈远老贼已经陨落 你们还不速速归降 非要富于顽抗 等待着灰飞烟灭吗 还不开启守山大阵 归降不杀 霸刀之主猛然大吼一声 声音如雷霆般 震动九霄 霸刀之主此话一出 只见那些镇守 护山大阵的燕神殿弟子 瞬间出现了一阵骚乱 但很快 又平息了下来 只见一道强横无比的意志威压 瞬间爆发 无始魔帝纳兰仙素 身穿一袭黑袍 脸上戴着一副 争名恐怖的魔头面具 强势登场 哼 本帝在此 谁敢投降 鸿蒙神殿岂会那么好心 投降不杀 绝对是骗人的 一旦我们开启守山大阵 等待着大家的 就是六十万亿大军的屠刀 我等绝不投降 纳兰仙素一脸斩钉截铁地说道 仙素姐姐 要不我们还是投降吧 殿主已经陨落了 咱们继续往抗下去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只会造成更多的生灵涂炭 我相信 鸿蒙宇宙高层是有信誉的 他们既然说了 想者不杀 就一定会说到做到 就在此时 只见身穿一袭白衣的柳蒂 飘然而至 他目光中 带着悲天悯人的正义之光 身边也有一群 身穿圣洁长袍的正义使者 与无始魔帝身后 黑压压的一群魔修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看就知道这两拨人 明显不是一路人 虽然都是燕神殿弟子 但是正见不合 阁下便是柳蒂 你莫非就是科技宇宙元首 太古鸿蒙之高九大强者之一 科技之母的女儿 鸿蒙宇宙银行的小公主 浩天之主 突然一脸震惊地问道 宇宙银行的小公主 怎么跑去和燕神殿的 这群逆贼混在一起了 柳蒂身份特殊 即便是她 也不敢轻易得罪 正是 无一声行善 感念众生疾苦 陆遇见陈远邪魔 被她擒住 希望她能改邪归正 谁知那魔头非但不听劝告 反而变本加厉 如今落了个陨落之局 连带着宇宙众生 一起遭遇灭顶之灾 若大家能化干戈为玉伯 停止战争 停止杀戮 也许这才是众生之幸 柳蒂一脸悲天悯然地说道 早就听说柳蒂圣母 没想到她居然这么圣母 连这群异端邪魔都想赶化 你也算是个奇葩了 不过现在这个局面 对于鸿蒙神殿大军来说 反倒是好事 柳蒂和武史摩帝 都是鸿蒙真神久禁强者 而且还理念不合 没有了陈元主持大局 燕神殿完全可以分化瓦解 少一个对手 多一个朋友 必然能迅速攻下云颠山 柳蒂所言甚是 本作也不想徒增杀戮 我昊天之主 今日再次保证 只要诸位愿意投降 开启守山大阵 归还云颠山 我可以不杀任何一位燕神殿弟子 甚至可以帮助你们洗心革面 重新在鸿蒙宇宙正道 诸位意下如何 昊天之主当即化禀道 反正先把云颠山抢回来再说 到时候这些燕神殿弟子 死罪可免 活最难逃 落上奴印 控制其灵魂本源 让他们永生永世地当苦奴 男的就去当姚依 女的就去当神昌 废物利用 没准还能创造出一些经济效益 哼 虚空画饼 你觉得本作会信吗 想要拿回云颠山 你们在想屁吃 这云颠山从今天开始 归我摩帝们所有 任何人都别想染指 众弟子听令 节阵 开启最强防御状态 是 只见吴史摩帝一声令下 云颠山首山大阵 被摩帝们弟子迅速接管 这群摩帝们弟子 足足有十亿 并且整体修为实力极强 全都是混沌真神 及以上强者 其中光是鸿蒙真神 就有不下三十万之多 高端战力 简直强得可怕 即便没有陈远 这依然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外加其他被收编的 燕神殿弟子 居然也有十万亿之多 此时浩天之主 霸刀之主 空明之主三人 顿时皱起了眉头 燕神殿的底蕴 实在太惊人了 即便陈远小儿已经陨落 并且有一半的弟子叛逃 他们居然还能集结 三十万鸿蒙真神 十亿混沌真神 一千亿永恒真神 两万亿大道真神 外加十万亿虚空真神 这股力量 恐怕与他们此次集结的 六十万亿大军相比 也只逊色了一筹 而且 云颠山守山大阵 一守难攻 人家防守肯定比你进攻要轻松 这一战鹿死水手 还真不好说 能否攻下云颠山 现在恐怕还是个疑问 传令下去 全军出击 哄 伴随着浩天之主的一声令下 六十万亿大军 开始猛烈地进攻守山大阵 可是这守山大阵 却坚如磐石 足足十万亿真神级别的 燕神殿弟子镇守 他们根本无法撼动分毫 这一顿输出 足足持续了三天三夜 愣是没能打破守山大阵的结界 哼 看来需要咱们亲自出手了 云颠山的守山大阵虽强 但终究不如太古鸿蒙封天大阵 那般完美无缺 鸿蒙真神九尽强者的爆发 足以以点破灭 在至高空间法则面前 这个大阵结界 根本拦不住本座 云颠山指 剩下柳帝和武史摩帝 两位鸿蒙真神九尽强者 柳帝明显不想插手战争 那么咱们三个 只需要围攻武史摩帝一人 将其拿下 开出一个大阵缺口 我大军便可将其拿下 空明之主 嘴角露出一抹自信的微笑 他乃是通过空间法则之道 突破的鸿蒙真神第九竞 若非聚宝洞中的 太古鸿蒙封天大阵 有鸿蒙始祖参与设计 这世间任何阵法 都拦不住他 好 我以霸刀攻击 打出一个阵法破绽 你利用这个破绽 锁定空间 开辟门户 打通一个空间传送通道 这守山大阵便形同虚设 霸刀之主沉声道 散开 霸刀 破天斩 只见霸刀之主祭出 一柄黑色大刀 猛然一刀劈出 斩在了守山结界护照上 守山大阵顿时出现了一片凹陷 鸿蒙真神久禁强者的攻击 果然恐怖如斯 而就在结界凹陷的一刹那 空明之主敏锐地捕捉到了空间破绽 空间之门 开 只见空明之主左手画圈 一道圆形空间门户 竟然直接在无始魔地身后开启 快 一起出手 镇压无始魔地 三大鸿蒙真神久禁强者 迅速穿过空间之门 强势朝着纳兰先速镇压而来 哼 你们这群老东西 是不是把本座给忘了 万元之主的声音突兀响起